风调雨顺是大家心中共同的期望 但是天气变化总是难尽如人意 几个世纪以前 人类只能够依照经验法则 观察大气变化 找出配合气象的生活模式 不过科技进步 现在已经可以透过日新月异的技术 观测天气执行传递的最新讯息 只不过科技发展至今 天气预测仍然存在误差和相当的风险 目前台湾地区气象观测科技 主要是以数值模式 卫星和雷达及时监测 来观测天气的变化 像是数值模式 可以观测来的气体密度 湿度温度资料 输入超级电脑进行分析 就可以算出未来可能的天气变化 而卫星监测可以观测 大气系统上层云系的分布 雷达的部分就是用来接收 天空当中水滴反射的回波资料 计算水滴位置以及多寡 换句话说 不同的时机采用不同的观测技术 才能够发挥最大效果 减少误差风险 16世纪以前 人们只能根据肉眼看到的天象物象 来判断天气变化 气象观测只是施法自然的一种经验累积 19世纪以后 随着气象学说理论的建立和科技发展 天气预报技术渐渐成熟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透过科技进行长期天气观测 提供天气预报等气象资讯服务 现阶段的话 像全球这个模式的话 它可以预测未来10天天气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当这个 譬如说像台风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在海上刚刚发展的时候 它离我们可能还有数千公里遥远 但是在数字预报模式里头 已经有一些端倪可以看到 那这个离台风影响到我们 可能还是三四天之远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掌握 将观测取得的大气资料建立在立体网格上 运用超级电脑进行分析 算出未来可能的天气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数值天气预报 以台湾而言 距离台湾越近的大气状况 对台湾天气的影响越大 因此气象局划分的网格就越小 但不同时机必须采用不同技术 当剧烈天气接近台湾时 卫星和雷达及时监测更能派上用场 台风在海上的时候的监测 主要是以卫星为主 卫星基本上看到的是主要天气系统的 上层云系的一个分布 它没有办法对于天气现象的内部 比较细微的结构能够做观测 所以这个时候数值模式可以提供一些辅助的工具 来了解天气系统未来的一些变化 等到接近的时候 我们就用雷达或者是地面车站 来做更精准的这样子的描述 由于剧烈天气对台湾的影响 多为豪雨所衍生的灾害 利用雷达回坡资料进行定量降雨估计 是目前定量降雨预报的主要技术 雷达发出电磁波 并接收天空中水滴反射的回坡 反射波的疏密 可以测量目标物远离或靠近雷达的速度 进一步计算水滴的大小及位置 我们为了要能够更清楚地去了解 这个台风的结构 还有这个台风未来的动向 那这个时候除了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之外 我们可以利用像雷达的资料 因为雷达资料可以知道台风这个降雨系统 它一些内部的一个结构 更能够掌握台风的中心所在位置 它的强度 目前台湾地区依据天气现象 与我们所关心范围的距离 在天气系统形成 接近影响台湾等不同阶段 运用不同预报科技的特性 取得分析资料作为预报依据 近年来台风监测技术 更有追风计划和无人飞机观测计划等突破 但大气变化气象万千 面对唯妙的天气 我们仍有许多带努力和挑战的空间 谈到了水患 谈到了天气 前时多云偶震雨 一句话说明了天气难以掌握 著名的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曾说过 准确的预报天气只是人类的幻想 代表气象预报有它的困难度 但从过去卡梅基台风 莫拉克台风 雨量的预报误差太大 民众普遍存在着 有误差要检讨的观念 显示大家对气象预报的意义认识不足 今天天有不测风云专题系列报道 要带您一起来了解气象预报上 有所能有所不能的事实与真相 去年莫拉克台风带来的好雨重创南台湾 雨量改写台湾历年单日降雨记录 外界讨论中央气象局 为什么不能一次爆足雨量 气象预报和民众的预期产生落差 要求检讨声浪不断 民愿也排山倒海而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民众必须面对气象预报 存在误差的事实与真相 气象局使用素质模式来做 未来台风的路径的预测 素质模式本身就存在着 假设性的一些误差 另外就是观测资料也会有一些误差 因为全球70%是海洋 海洋得到的资讯是有限的 所以在海洋的资料的取得的误差 以及素质模式的误差 再加上台湾地区本身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这些东西也造成在预报上的困难度增加 那预报就会存在着误差 这是势所难免的 气象预报员随时依据最新气象资料 校验分析及研判未来天气预报 并透过卫星与雷达及时监测天气系统的演变 提供一种几率性的完整预报 绝对不是零误差的完全预报 2008年7月 凤凰台风在太平洋海面形成 台湾 日本 美国预测台风的登陆位置 分别在台东 花莲和宜兰 三个预测点几乎就是整个台湾东海岸 可见世界各国的气象预报 同样面临误差问题 面对变化万千的天气 全球都在挑战可预报度的极限 我们台湾正好落在最大太平洋的这个西侧 事实上这个非常广大的洋面上面 相对的气象之后是非常缺乏的 有卫星之后呢 我们对于在发生在海上的天气系统 云系的观测 云的观测是很不错的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天气系统内部的细微的结构 当我们用数值天气预报 这种科技的话来预报天气的时候 其实呢我们需要知道 它的气压温度水气跟风的资讯 这些呢都不是卫星资料能够完整的提供的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数值天气预报 在使用这种气象预报科技的时候呢 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从过去统计资料看来 中央气象局对台风路径预测 未来24小时中心位置误差 已经从219公里缩小为110公里 准确度已达世界先进国家水准 但是降雨过程非常复杂 目前气象科技仍无法精准预测 雨量预报更受到地形速度路径影响 牵一把动全身 使得灾害预警时间受到很大限制 莫拉克风灾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气象预报虽然无法准确预测降雨情势 但仍努力在每个第一时间做出雨量上下修预警 民众应该打破气象预报零误差的迷思 随时关注活用最新气象预报资讯 并具备风险管理观念 才是天气预报最原本的初衷 八八风灾在台湾造成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多 甚至超过了台湾全年的平均值 那么如何从灾难当中继取教训呢 专家提醒台湾近年来 台风带来的损伤都超乎预期的多 因此防灾工作特别重要 光是如何来看台风路径图就有学问 好比说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右手边的单一路径图 从台风的起点到终点中间画了一条虚线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台风影响的范围 就只有这条线的附近这么的少 所以现在呢专家呼吁大家 在看台风路径图的时候 要学会看所谓的浅势预报图 整个台风范围只要是圈圈所及的地方 都会是风雨比较大的地区 大家应该要更加提高警觉 来看今天的天有不测风云专题报道 联合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公布的一项资料显示 2009年1月至11月之间 全球共发生245起自然灾害 其中224起和极端天气有关 亚洲是风险最高的地区 天气的变化不仅左右我们的生活 气象灾害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统计台湾地区一年气象灾害所带来的灾害损失达到200亿元左右 其中又以霉雨及台风造成的灾害占90%以上 事实上我们最近这十年的台风的降雨是有蛮明显的增加 不论是淹水 从那里台风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之后到了八八水灾 这个南部的大淹水 甚至呢 土石流的这个情况呢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从这个整体上来看的话呢 气象的灾害对于我们的影响呢 事实上是与日俱增啊 气象灾害与日俱增 但过去的经验显示 气象预报常常面临过度预警和预警不足的两难 过度预警虽然可以降低损失 却容易形成浪费 预警不足则可能因为准备不够发生风险 因此气象作业早期预警和防灾单位 及时应变的整合显得非常重要 气象局是所有防救灾单位的上游的资讯的提供来源 那气象局一旦决策出未来最有可能的入境之后呢 就会把这资料立即的传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那灾害应变中心呢 它得到了气象的资料之后呢 它会中整过去台湾地区哪些地方的桥梁 或是有土石流前市基地比较高的地方呢 把它跟气象做个中整 然后对每个地方有可能发生灾情的地方呢 特别去执行一些劝离 或是做一些崩巧的一些准备措施 由于气象灾害多来自于梅雨和台风带来的大好雨 中央气象局特别将雨量定义分成四级 以提醒大众雨量所带来的土石流和淹水灾害 但是民众对气象灾害警觉性不够 习惯单一路径气象预报 这种防灾忽略不确定性 是气象灾害防治最大的隐忧 希望大家在气象局警报发布之后呢 应该要善用的就是70%的前世的预报 不要用这种单一的路径 单一的路径可能会使大家失去的警觉性 可能大家会把台风目前的位置 以及未来一车二十小时的位置呢 把它连成一条直线 那不在这个框框影响的范围的地区呢 可能会失去警戒 随着台风季节到来 气象局呼吁民众不能只看台风登陆的中心位置和路径 应该全面关心整个暴风圈影响的范围 尤其台湾地区历经921大地震和88风灾之后 地形地貌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 各县市政府和防救灾单位在剧烈天气来临前 有责任了解辖区内灾害承受能力的完整资讯 随着气象预报调整随时应变 气象灾害防治宁可事前多准备防范 把风险提到最高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